当我们凭着信心祷告的时候 我们说 主啊 赐我平安 我们的盼望 在平安 我们的 凭着信心 我们知道说 证据 我们会有平安 我们祷告说 主啊 赐我健康 我们盼望着的是健康 我们的证据 也是健康 我们祷告说 主啊 求你保护我 的儿子 有安全 平安 那我所盼望的 就是那个安全 跟平安 我的证据 也是安全 和平安 这里有一个很吊诡的 很吊诡的状况 就是 你祷告了 你还没看见 但是你就相信 信心也不是 没有行动 信心 他也是一个行动 亚哥书告诉我们 没有行动的 信心是死的 但是 就是在 我们要 安静多少 我们要 行动多少 怎么样的去拿捏 一个平衡 这个就按 我们个人 对上帝的 仰望 对上帝的信心 还有上帝 对你自己本身的启示 不是每一个人都一样的 每一个人的旅程都会不一样 信心是一个旅程 这个旅程 不是凭着 你的 不是凭 眼见的信心 我们可以 看得到的时候 就不是信心 那个是理性 但是我们知道 只要我们走在 这个道路 这个道路是什么道路 这个道路是 上帝就是道路 真理平安 道路 真理生命的那个道路 若不是借着我 没有人能够到 父那边去 所以我们不要走在 上帝的前头 凭信心 把整个旅程 交托在 上帝的手中 我们凭着信心 祷告 成功 我们凭着信心 祷告 知道说 上帝会要我们成功 然后我们就等候神 带领我们到达 我们旅程的终点 要比我们自己的 脚走得快 那这个旅程里面 另外一个关键就是 你的成功的定义 跟上帝的成功的定义 是不是一样呢 这也是 这也是很难以意盖全 可能你的成功 是很有钱 可能我的成功 是很破碎 所以没有一个模式 能够让全部人 去定一个成功的 为成功定下 一个定义 但是我们大家都可以 很安心的知道说 上帝 所给你的意念 上帝向你怀的意念 是赐平安的意念 不是降灾祸的意念 要叫你在末后 有指望 一个行程里面 包括很多的因素 你需要有指南针 有太阳 有技术 天时地理人和 每个人都不一样 那人生 也不是看一个层面 而是需要从多方面 来学习和领悟 每一个人的季节 都不一样 我们在不同的季节的时候 穿的衣服都不一样 这个我们很难去领受 因为我们 一年到尾都是同样的一个季节 那些有季节的国家 他们就知道 在不同的季节 他们换不同的衣服 所以我们在这个生命的旅程里面 这个信心的旅程里面 我们要学到老 活到老 我觉得在这个旅程里面 最安全的 就是有耶稣 在我的船上 因为有耶稣在我的船上 无论我遇到 怎么样的暴风雨 他都能够说 住了吧 静了吧 你有耶稣在你信心的旅程上吗